下午的比賽打完之後 下半球季是Lamigo暫時的兩場比賽 領先兄弟相分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內角球三陣掉了第一棒的謝宣任 飛骨的接近的境況真的是很好 而且我們看到他中午的比賽已經這種 在沒有很足夠的休息之下 因為實際上對他的體育都是一種考驗